我們幫助人時發覺人是不同的程度 即使說到救恩也是 我聽過有人說他怎樣呢? 他說他去探望一個人是臨死的 他跟他談的時候初五開放 後來他開放了 他就說開放就行了,我做完了 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開放就是他清楚認識耶穌 第二,他未必清楚信耶穌 第三,他未必真正跟從耶穌 因為得救的信心一定會有跟從耶穌 所以我們如果有機會去探望一個人 尤其他是病癌的時候 更加要用不同的角度去幫他清楚得救 即是幫他知道人有罪,我們有罪 我們要用什麼罪 罪的後果,耶穌救我們 我們心裡面會不會知道罪的嚴重 所以我們會拋住耶穌 即是會幫助一個人清楚得救 這是其中一個一步 但這個人得救之後,他怎樣處理生命 他的生命如何提升,又是另一個層面 即是有些人信就信 但總是不處理生命的時候 他的信心是有問題的 即是譬如他經常都信耶穌,他說是耶穌 但他的脾氣完全不處理 他又沒有關心人的心 他那個屬靈生命如何 對神也會抗拒,不想祈禱那麼多 我們看到這樣的情況 有時我們就會猛,會急 但這個就影響了 所以我們又接受人有軟弱 我們盡量愛他,關心他 讓他被接立 而看看他哪一件事 譬如他在做的一件事 現在我講到如何提升那個人的力 譬如他說 耶穌很好,當我不開心的時候 神令我開心點 這就是一個人進入點 他覺得他不開心的時候 神會幫他開心點 或者唱詩歌會開心點 譬如這樣 這就是他接受的東西 由這件事接受,這件事進入 就是這件事幫他 好,這樣 看這個人的情況 譬如和他一起去唱詩歌 我讚美神 慢慢介紹他的觀念 其實神正在祝福你 所以你這麼開心 我很喜歡大到神那裡 為什麼你唱詩歌這麼開心呢? 不是就是唱歌 你覺得還有什麼原因呢? 其實就是神 住在我們的讚美之中 你的人就鬆了 神的鬆 看到原來有神的同在 人就會舒服 就會開心 那你覺得神好不好呢? 你覺得神好 你就多些讚美神 就有這個聚人 就欣賞他 他哪一件事呢? 譬如有些人 他是很不喜歡罪的 可能不是對自己的罪夠不喜歡 他對人的罪很不喜歡 譬如他聽到 有些人 那些人做些事不好 他很生氣 那我們都可以欣賞他這件事 就是你有這種 疾惡如仇的心 你會覺得罪是不好的 這個人 他可能未相信 可能會相信耶穌 我們都會讓他知道 我們的神 就是不喜歡罪 就是報信的 所以你有這個心 也是神案來的 譬如那個人相信耶穌 他有這種 疾惡如仇的心 那我們都可以了解他 就是 為什麼你會這麼不喜歡 那些人犯的罪呢? 就是說原因 他們可能會覺得很煩 這些 犯的罪令我很煩 他們說話的方式令我很不喜歡 那我們就 就踢他好的面 不要踢他不好的面 他不好的面 他都會煩 但好面 他不喜歡這些不好的行為 那就引導他了 有一個心 就是你覺得罪是不好的 罪是有破壞性的 會令人舒服的 那就 加強這個信念 他有這個信念 加強這個信念 然後引導他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那你怎樣處理自己的罪呢? 你覺得容易呢?難呢? 你見到有人有罪 那你又怎樣幫他呢? 就是說 由他不喜歡罪開始 他怎樣能夠處理自己的罪 並一處理別人的罪 那他就提升 那就是說 有時候他可能處理別人的罪 他會很猛很急 那我們又可以 到一會兒跟他說 當你這麼 有人對你這麼猛那麼急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樣呢? 神提醒你的事怎樣呢? 他看到神提醒的時很溫暴的 神這麼溫和 就令到你感動了 如果神每次都在罵你的 你這麼頑皮 怎麼可以啊? 你沒用啊 如果神經常都這樣和你一起說話 那你都會覺得神 為什麼你會這樣和我說話呢? 我們同樣基督徒 如果和人這麼說話的時候 就是他喜歡 或者神擺在這臉 感受是很不舒服的 但是神不是的 就算他指責我們的罪的時候 都令到我們的心 很感動的感覺 就是神的意思 就是找一個位置 他能夠對神就接立 就由那個位置進入 引導他進入 這就是提升靈靈的其中一個環境 就是每一個人看到你的女兒這麼多的情況 會怎樣去引導她呢? 你先生的情況 怎樣引導她 去能夠她 她有些地方 她很努力 欣賞她 她到時肯練習 你做得很好 她雖然 如果一百分來說 可能她只有三十分 但是三十分 她都做了她三十分 但是如果你說 你還有七十分未做 她又覺得不怪十分 但你做了三十分 做得很好 又不要說她三十分 你做得很好 你真是努力 這個是一個提升生命的方式 根據那個人的長處、強項 就用那個人做一個入手點 我來看看 你還可以看 你不能夠